拿到WIBA世界冠軍頭銜 其實只是我一個中套站 它絕對不是我的終點站 我希望用這個世界冠軍的身份 去挑戰其他四大組織的世界冠軍 證明自己是世界最強 我是楊曉瑜 阿露 我是香港職業女團手 我是大約小學三年級的時候 我就開始大提琴 學到大約中學 我都考到八級 機緣考核之下有個朋友 叫我一起去拳館學拳 一開始都是打算運動和減肥 跟很多女生一樣 我是2014年開始練習踢足球 踢足球比較重視拳腳 拳腳只是拳 西洋拳 覺得自己的拳技比較好 2022年8月我正式成為了香港的職業女拳手 打了第一場職業比賽 我很想把我教練帶給我的技術 精神即是小童流 帶到世界的舞台 所以我這六場職業比賽 我都是穿著他當年十多年前 穿的空手道服出場 打了十年拳 我現在職業的拳擊記錄 就是六年性 我剛才拿了WIBA組織的世界冠軍投降 羅馬並非一日建成 格鬥家都是要成功 都是需要長年累月的時間 去付出才到今天這一步 其實我中間都有戰敗過 我都不是一直贏下去 我輸得最好看的那場比賽 這是我第一場拳擊的公開比賽 我的對手就是前香港的拳軍 因為我本身的打法就是超進攻型 不停地去投球 那場很會輸或中拳 那場就不停地防守 自己都沒有怎樣進攻 沒有怎樣出拳 很後悔 好像自己沒有努力過 就這樣輸了比賽 就下台 我教練是很生氣地罵我 他覺得對我很失望 那時也有跟教練商量過 到底我那時是否應該放棄 退役就算 直至贏一場比賽 那場比賽我很想證明自己 其實是可以發揮到教練所教的東西 我就怕決心 真的要靠自己努力去令到他改觀 結果那場比賽我贏了 我就可以向教練證明 其實我們是不需要再放棄 我是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我可以成為香港最強 甚至亞洲最強 或者世界最強 我家人是曾經有很早期的時候來現場看過我一場比賽 他們是看到當場是哭了出來 他們是太擔心我 但他們都是一直很無條件地支持我做這件事情 做運動員就一定要預料自己會失敗 可能就算你多努力 或者花了多少時間去做這件事情也好 你都避免不了 可能你會有輸了或失敗經驗 但當有機會的 我覺得你一定要把握下去 我一定會繼續走下去 我不會就這樣放棄 我花了這麼多時間 我覺得犧牲也是值得的 我覺得我最大的成就就是 我現在可以有自信 站在其他世界冠軍面前 跟他們分享同一個環節